我是刘继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快速封凶的针灸方法 安全 简单 没有副作用 这就是我们心意针美容针法里的快速封凶针法 心意针美容针法 特别适合现代人爱美的追求 用针小 用针少 一般用0.25乘1寸和1寸半的针灸针 不要针感 快速见效 心意针的治疗原则就是 扎针疼就错了 不疼才对 立竿见影 马上见效 否则就是扎的不对 心意针美容针法封凶 对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 一次就有很好的效果 一般三次一个疗长 每次留针60分钟 连续扎三天 每天一次 中间间隔7天 也就是10天扎三天 大连的一个心意针美容班 学员用心意针 封胸针法 治疗一个产后 鲁房下垂10厘米的一个患者 经一次治疗后 鲁房就提升了5厘米 我们在课堂上 治疗一个女学员 用心意针美容针法封胸 只扎了一次 第二天 胸就大了5厘米 好 下面我们具体演示一下操作 下面呢 我给大家做一下快速封星的针法演示 我们用的是0.25 乘40的针9针 取穴呢 是从中极到神雀 到神雀的下部 再从神雀的上部开始 一直到鲁根 这是一条线 这边是一条线 这边也是一条线 好 我们现在做治疗 先消毒第一步 从中极到神雀消毒 从神雀到鲁根消毒 好 用0.25 乘40的针9针 从中极开始 往神雀方向评刺 好 接龙针 一个针和一个针并排 接龙 好 这个针已经扎到了神雀的底部了 我们再从这儿 往鲁根方向 批下 评刺 好 这个针呢 针尖接近 鲁根 这边同样扎法 从这边 从神雀 往 好 接龙针 接龙针 一直接过去 注意针不要扎得太深 不要针感 不行针 不碾针 不要得气 不在针上 只要把针扎它以后不在针上做任何动作 这样呢 留针 一小时 一小时以后 起针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起针 在这一个小时之间 患者一般有肚腑发热的感觉 有乳房发胀的感觉 这属于正常反应 这样呢 对治疗有好处 有的病人体质弱的 气血虚的 可能第一次扎没有反应 一般第二次扎就有这种反应了 有这种反应对治疗有好处 好 下代起针 好 好 资料结束 好 好